自从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之后,杨阳经历了全网潮,口碑一路下滑。 原本经典IP翻拍的现代偶像剧是她的舒适区。 此前曾有过微微一笑很倾城,你是我的荣耀等很多精彩的战机。 但这一次,大家却发现了杨阳存在的很大的问题。 大家都认为,她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偶像包袱也很重,因此无法自然地把角色演好。 随后也有网友考古了,她在其他一些作品或者是综艺节目中的表现,发现这是她存在已久的一个问题。 在经历了全网潮之后,杨阳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和综艺节目,这些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而且,目前她正在拍摄一部新的古装剧《凡人修仙传》,此前网友们都认为杨阳的仪态很好。 因此,在出演古装剧的时候是比较有优势的。 粉丝们也都期待着能够通过这部剧挽回她的口碑。 然而,在作品还没有正式播出之前,就又一次让杨阳陷入了争议。 很多翻拍剧都会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,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魔改的场面。 所以,作品在正式官宣之前,粉丝们一直都在给剧方留言,希望对方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一次的剧本。 不要将杨阳在剧中的人物形象魔改化。 很多粉丝都坚持认为,之前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中正是因为人物形象没有处理好,很多男主角的高光时刻都没有呈现出来。 这才导致大众对杨阳塑造的角色有很多误解。 粉丝们也都担心,这部剧会让杨阳的形象和口碑雪上加霜。 粉丝向剧方维权的事件,在娱乐圈中发生的还是比较频繁的,因为剧本、人物形象或者是范围等问题都可能引发争执。 但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,杨阳本人竟然亲自下场回应了这一次的争执。 在相关的动态下,杨阳留言回应都安静点。 对于这四个字,不同的网友有不同的解读。 很多网友都认为,这四个字应该是杨阳说给粉丝的。 毕竟在作品官宣之际,大家应该都不希望和片方闹得太难看。 但对此,也有网友表示,杨阳与粉丝这样的交流方式很像是在训狗。 而且,杨阳这样的回应似乎也并没有起到太实质性的作用。 粉丝们在相关的平台下,依旧会继续留言维权。 或许,杨阳是想能够试图引导粉丝,让他们适当的理智发言。 目前来看,杨阳的方法似乎也有些问题。 从这一次网友的态度也能够看出,杨阳似乎并没有从上一次的口碑为击中走出来。 他的路人原因就没有很乐观。 杨阳和粉丝之间会形成现在的局面也是长久积累的结果。 有网友翻出过去,杨阳回复粉丝的一些言论,看起来也都不是很友好。 对于一些无理取闹的粉丝,确实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。 但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。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,一言一行都会受到订阅,而且会被无限放大。 粉丝们足够理智,才能够帮助艺人挽回口碑。 非常同样!